今天我就是介紹如何在花納證券的法理士登入和登記雙重認證服務的程序 首先就去到我們公司網站www.poems.com.h 進入後就可以在左上角Poems登入選擇香港伺服器 登入版面就可以先輸入客戶編號和密碼 按登入後如果偵測到你還未登記雙重認證服務 它就會彈出綁定碼 就要求你去綁定那個PHK Key 而那個PHK Key呢 你首先就要去Google Pay那裏 或者App Store那裏 就是去下載下來 裝回你的手機那裏 如果簡單一點的方法 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機的QR Code的掃描器 就是掃描右下角的QR Code 就是一個捷徑 就可以直接去下載到那個PHK Key的App 你下載完之後 你就打開你那個PHK Key的App 然後可以在裡面選擇新增帳戶 現在你就會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手動輸入那個綁定碼 另外一個就是按那個獲取二維碼 然後就用PHK Key的掃描條碼功能 就是掃描這個QR Code 我現在這個示範就掃描這個QR Code 掃描成功之後 就在你的手機那裏 PHK Key的App 裡面 就會見到有個六個數字 正在跳動的保安編碼 這個保安編碼 就是每30秒就會更加一次 好了 那你現在就去我們PoEms 版面那裏 那你跟著這裡就按下一步 跟著就根據它的指示 就輸入那個保安編碼 好了 那你輸入了這個保安編碼之後 你就按確定了 那你見到這個版面 就是說這個綁定程序已經完成了 也都成功登入到這個PoEms 裡面 如果有些什麼不明白的話 可以再參與我們網上教學 或者打電話給我們客戶服務部 22776555 查詢的 甚麼時候的 也可以 夾到了 旁邊 還是 那是 我們 剛剛 在